第六章 出家 本章提示 对于孩子的出生 悉达多太子 不单不感到高兴 反而觉得 这是对他出家的一种障碍 明白了太子的心意 正范旺就替他的孙 取名为罗侯罗 太子在29岁那一年出家 从此人家称他为苦行争 乔达摩 在黄赦城 贫婆沙罗王会见到乔达摩 还想将一半的皇国送给他 但这个建议就被拒绝了 一 罗侯罗的诞生 当悉达多太子 在思索着生老病死的问题 和解脱的方法的时候 太子妃耶稣陀罗 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 太子不是好像一般 刚刚做父亲的人这么高兴的 反而叹色这么说 唉 罗后罗 一个障碍出生了 为什么他会说这句话呢 因为他一直想离开皇宫 出家收到 小孩子出生了 增加了他对家庭的牵挂 出家的计划 因此就多了一种障碍了 根据记载 在太子回到皇宫以前 有一个少女 见到太子装严的仪表 情不自禁地高声歌众 她的妈妈一定是幸福的 她的爸爸也一定是幸福的 她的妻子有这样的丈夫 真是幸福的 听了这些赞词 太子竟然这样回答 当欲望之火熄灭的时候 那就是幸福 当愚痴 骄傲 邪见 和淫欲之火熄灭的时候 这些就更加幸福了 太子的这些说话 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 宗教的价值 高过世俗的价值 正泛王明白太子的心意 也都明白太子所说的说话 他就替过孙 改了一个名叫做 罗侯罗 罗侯罗的意思 即是障碍 二 离宫之夜 正泛王 其实是非常了解太子的心情 为了令到太子 仍然过着快乐无休的生活 他命令宫女 每日每夜都表现歌舞 去取悦太子 但是太子对于这种生活 不单不感到兴趣 反而觉得很厌倦 有一天晚上 在歌舞表演过了之后 太子睡着了 宫女也因为极度困倦 而在她的周围睡着了 太子睡了没多久之后 她就醒了 她见到周围的宫女 东歪西岛 睡太丑陋 她们面上的妆已经融了 有些在流口水 有些在睡觉的时候磨牙 有些在拍开口梦 她们取悦太子的时候 是这么漂亮动人 现在躺在这个昏暗的厅堂里面 走着一句一句的死诗 太子看到这种情形 更加明白 人的青春和美貌 是多么虚幻 所以就出家收到的心情 更加坚定了 她也非常清楚 追求解脱生、老、病、死的方法 不单只是为了自己 亦是为了那些生活在痛苦之中 而不知道人生真相的人 于是她叫车历拉出她心爱的白马 准备离宫出走 离宫之前 她又走回去寻室 想向她的妻儿告别 但是 当她见到他们两母子沉睡的样 她立刻改变初衷 认为不告而别 或者会更加好 如果不是离宫的计划 就可能会失败 她知道她的妻儿 在宫里面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也知道耶稣陀罗会很难过 于是她更加相信 她一定能够了解她离宫的目的 她再望妻儿一眼 就悄悄地走出了寒室 在这个万賴区夕的晚上 太子骑着马 和车历离开了皇宫 一出城门 她拦着马 向皇宫作了最后的一个骨弓 然后她对着车历说 如果找不到解脱生老病死的方法 我绝对不回来这个地方 说完说话之后 太子头都不会地 就和车历一起离开了加比罗城 三出家 经过长途的拔舍 他们来到阿努马河边 神勇的白马 见舌一跃而过 很安全地去到彼岸 过了河之后 他们停下休息 为了表示出家的决心 太子拔出她的利剑 一吠到 就将又长又黑的头发 全部割下来 又将身上配戴着的饰物一一脱下 面与头发一起交给车历 然后吩咐她 将这些东西和白马 拿回到皇宫里 转告给静犯皇知 太子已经出家了 在这个时候 由远方走来了一个猎人 太子叫着她 而且将身上的感衣 与她交换了一件破袍 从此以后 太子就过着苦行征的生活 那一年她是29岁 静犯皇听到太子出家的消息 伤心欲绝 立即派现了两位大臣 带领着一队士兵去找她 希望可以劝她回心转意 这些人找了很久 终于在一条大路上找到太子了 他们再三劝请 希望太子可以回皇宫 但是太子坚决拒绝 这两位大臣 只好选出五个士兵跟随太子 然后自己就失望地回到皇宫 这个时候 太子就和这五个士兵 向摩托陀国的首都 黄舍城走去 这五个士兵 后来成为了五比丘 即是佛陀成都 后来陪伴着她 最先引导出家修行的 五位比丘 四初会彭婆梭罗罗王 太子出家以后 其他人都称她为 俯行增 喬达摩 当她来到黄舍城的时候 她庄严的外表和高雅的气质 吸引了很多人 俯行是一种修行的方法 好像丽行自律 拒绝物质和感官方面的享受 忍受环境的压迫 千方八计感自我折磨等等 修行者认为 用这种方法 可以令人得到一种神秘力量 或者达到解脱的境界 俯行增是收集俯行的人 一日早晨 乔达摩正是托着她的伯 在城里面黑食 刚刚善摩蝶陀国的国王 贫婆梭罗罗王 在宫里面向外观望 他见到乔达摩 非凡的外表 很想认识她 于是派侍从 去请她来到商会 过了没多久 侍从回来报告 乔达摩已经去山上收集禅定 贫婆梭罗罗听了之后 立即乘坐马车 带着大臣和徐重赶到山上 由于山路崎嶇不平 贫婆梭罗罗只好下车暴行 走了很久之后 他终于见到乔达摩 他向乔达摩致敬 然后他说 你这么年轻 又有勇士的气概 真是很适合带领第一流的军队 我愿意将我的江山分一半给你 请你留下 跟我一起来治理这个国家 听了这些说话 乔达摩就说了 国王 我自己的国家坐落在喜马拉雅山坡上面 富大强盛 我不想追求荣华富贵 所以才会离开皇宫 出家追求真理 过着平静的生活 请你不需要游说我了 因为我已经不再受到任何利欲的引诱 我希望你的国家和平 繁荣 也都希望你的皇位巩固 我更加希望 你用智慧来治理国家 用正义来统治人民 贫婆梳罗王听了这番说话 大受感动 他充满敬意地说 我希望你能够早日找到真理 然后回来教导我 乔达摩答应了他的请求 贫婆梳罗王才高高兴兴地离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